因為政府的文件裏說了他 看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其他可行性 就告訴你全部都不行 但其實現在坊間的討論 我們已經知道政府所說的不可能其實是可能的 如果我就這樣跟你入口水戰的話也無謂 所以我們希望就著其他的可行方案 有可能用一個論壇的形式 我們希望有實際的事實 包括有數字、經濟回報等等 和法律也有關的 或者有些外國的例子我們可以引用 我們希望用這個場口大家可以很理性地去分析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如政府所說沒有呢 但我在這裡要提一點 當年鄭宇華 因為當時我也是立法會議員 他那時要來拿撥款 他都被我們問一、兩、兩、兩都發脾氣了 他就說我已經答第十多次了 他要再說的就是 他們都預計可能未必一通車高鐵 就可以實施一、兩、兩、檢 所以他們是有折衷的辦法 亦都知道在福田等的站那裏 是預備了商檢的地方的 這是政府一直以來 無論是對建制、對民主派、對市民 都是這樣說 為何發展到今天就告訴你沒有一、兩、檢 就不行了 通車就要和一、兩、檢同時進行 退逛